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都非常清楚 比如说在下雨天的时候 吃着糖果 唱着歌 空气都似乎甜蜜了起来 再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考试没考好的时候 心情非常沮丧 你的好朋友 给你递上了一根棒棒糖 你的心情一定瞬间开心很多 的确啊 吃糖可以提升人的幸福感 但是这种幸福感 却让很多减肥的朋友就很苦恼了 特别是一吃糖就根本停不下来 那种上瘾般的感觉 真是想不到 那么人一天到底可以吃多少糖 吃糖上瘾的人 可不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吃糖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荣老师 来给我们揭晓答案 赵荣 一位行走的百科全书 用他的方式告诉你 真是想不到 世界很奇妙 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先请大家看一个小短片 好 这是电影王牌特工2黄金圈当中 女反派对于糖的一段描述 我们再重复一下啊 就是糖的致隐性是可卡因的八倍 致死的可能性呢 有五位之多 不过糖是合法的 所以您尽管家 这个听起来非常之耸人听闻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糖是怎么诱惑你 又是怎么让你上瘾的 以及糖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成瘾性啊 毒品的危害我想呢 同学们应该都有所了解 虽然我们没有碰过那个东西 但是毒贩的凶残 和那些瘾君子的可怜又可恨 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电影电视里都看了非常多嘛 那怎么能跟这个人畜无害的糖 联系起来呢 其实这两者在生理机制上 还真是挺接近的 我们说啊 像什么抽烟啊 喝酒啊 甚至于吸毒 觉得很愉悦 都是因为我们大脑分泌这种物质 叫做多巴胺 让你感到幸福 感到开心 而我们吃糖呢 其实效果也是这样的 为了让我们喜欢上这种感觉 我们大脑有这么一套机制 那可能你会问了 我们大脑为什么进化出 这么一套这种无聊的机制出来呢 哎 这应该呢 要问问我们的老祖先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候我们的老祖先 还在丛林当中靠采集过日子 可能就你会问 咱不是打猎吗 这打猎是一个技术活 首先呢 咱得进化出一套 简单的语言系统 咱们才可以协作 或者呢 你得有这样简单的工具 哪怕是一个棍子 你这种打猎的效率才会高 否则打猎就是送死啊 因此呢 我们主要靠采集 那么采集呢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我们除了用眼睛看 用手去摸 还应该把这个东西 放到嘴里来尝一尝 如果这个东西是酸的 这东西要么没熟 要么呢 就是已经过期了 腐烂了 这东西不能吃 如果这东西是苦的 赶紧吐出来 很有可能 这东西是有毒的 如果这东西是甜的 哎呀 恭喜你 中奖了 因为呢 有这种味道的东西呢 往往它含糖量比较高 也就意味着呢 有更多的热量 这个对我们的生存 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此呢 我们大脑 叫分泌多巴胺这种东西 让你说奖励你 哎 你要去找到更多 才可以更好的生存下来 好 那我们说 这套机制 在食物非常匮乏 特别是寻找糖 非常困难的时候 这套机制 是非常管用的 那么如果糖遍地都是呢 哎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糖怎么变得这么丰富的 其实早在这个八千年前 我们人类啊 就在自己家的后院 种出了类似于 甘蔗这种东西 而到了公元前三百二十七年 即使这个日子啊 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 手下的一位将军就说啊 我们在印度 找到了一种芦苇 可以不借助蜜蜂 就能酿出甜蜜的东西出来 后来呢 我们要感谢这个阿拉伯人 他们学会了用科技制糖 并且把这个糖呢 随着他们征服地中海的这个脚步 传的到处都是 不过那个时候呢 欧洲呢 还是非常缺糖的 这个糖 还是一种非常稀缺的产品 因为那个时候 糖就是身份的象征 我们家是贵族 我们家有钱 我可以大把大把的放糖 那玩意儿就是 就那么一个字 甜的一塌糊涂 那么到了这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 发现这地方适合种甘蔗 于是呢 这帮殖民者呢 就从非洲运来了奴隶 又强迫本地的美洲土著 开始种甘蔗 制糖 并把这个糖呢 运回欧洲换成钱 再去买更多的奴隶 种更多的甘蔗 制更多的糖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欧洲人开始把这个糖 加到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 有这么一个数据统计啊 就是大概从18世纪到20世纪 这200年间 英国人每年吃的糖 从大概不到两公斤 飙升到了45公斤 也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这种食品当中 几乎都离不开糖 可以说呢 这个西方的文明发展史 跟这个糖的步骤 几乎是一致的 可能有的同学说了 其实我平时生活不太喜欢吃糖 你说的这些东西 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千万不要这么着急下结论 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 天然的非天然的里面 其实都含有糖 包括我们吃的佐料当中有糖 甚至药物当中也有糖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应该做一个实验 来看一看 到底糖是怎么不知不觉的 就把你给诱惑住 捕获住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准备了两瓶可乐 我们请上一位同学来 和我们的主持人王震一起 看你能不能一口气啊 最好把它喝掉 看你一口气喝掉了 到底多少糖 来吧 开始吧 好好好 我们给王阵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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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K.O 赵老师 你说我棒不棒 棒 特别棒 现在我们的同学也非常好奇 当才他这一口到底喝掉了多少糖呢 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就是我们把这个锅 我们放上可乐 把这一瓶可乐全都煮干了 基本上剩下的也就是糖 好 我们先来撑一下 这个锅有多重 870克 然后我们把这一瓶可乐都倒进去 把火力调到最大 火力调到最大 OK 那趁下的时间 我们就敬请期待着我们这个蒸干的可乐 我还要好奇 我这一口气喝了有多少的糖 我也非常好奇 好 我们看看他煮的状况如何 哇 这完全沸腾了 对 闻起来有点像那个姜汁的可乐 它本来就是可乐 好好闻 好好闻 好 大家看到已经冒烟了 这个马上就要煮好了 很快我们的水分都干了 就剩下他的糖了 对 已经似乎闻到了那种焦糖的味道了 来 我们开锅看一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完全已经成为这个凝固状 都已经变成了焦糖的形状了 对 刚才就是你喝的就是这些东西 看一看 这东西 一坨黑咕咕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 基本上熬出来的糖也就是这样 我是一口气喝了这么多的东西吗 对 刚才已经全都在你的肚子里面了 好 那我们来称一称它到底有多少分量 好吧 我们去吃多少 915克 那也就是说你吃了大概45克的糖 那这45克糖 我相当于要跑多少圈才可以减调 这一克糖呢 大概是相当于这个四大卡的热量 你大概得跑个三公里吧 三公里 跑个 这一瓶可乐要跑三公里 对 你基本上就把它消耗掉 我以后再也不喝可乐了 好 其实大家呢 可能和王震一样 都不知不觉吃了很多的糖 所以呢 我们呢应该呢 就时刻注意我们身体 就是我们周围的食品当中 到底哪个含糖量高 哪个含糖低 什么东西比较健康 我们不如再做一个实验 或者说一个测试 跟大家直观地了解一下 好 这个桌上呢 有六样不同的食品或者饮料 我们请上一位同学来 和王震一起来摆一摆 就是按这个含糖量的高低 你们排一个顺序 好吧 咖啡 苹果 粽子 化煤 卤酸菌饮料 和橙汁 究竟谁的含糖量更多一些呢 好 都准备好了 开始吧 好 哪个含糖量高 哪个含糖量低 好 好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 首先呢 这个含糖量最少的 其实并不是这个粽子 而是这个苹果 耶 这个 已蒙对了 这个 那么还在第二位的是这个 咖啡 它的含糖量呢 大概有21克左右 好 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 这位 好 那么下一位是谁呢 是他 是这个所谓乳酸菌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酸奶 酸奶 那么猜猜谁是冠军呢 这就是粽子啊 不 我觉得应该是化煤干 你这是化煤干 你呢 你也觉得化煤干 那他们选择其实是对的 因为化煤干作为一种干果 它里面其实加了很多的糖 你还会觉得好吃 才会停不下来 谢谢你 谢谢你的配合 好 请下期 谢谢 好 刚才我们桌上这几样东西 如果你吃了 你又不想摄入过多的热量 想把它消耗掉 我们需要运动多长时间呢 我们看一段视频 来了解一下 肚子 我可以做出的歌 因为肚子 挺很小的 但都不想看看 需要焦 sets 你来热情情 冬天想要新鲜 我可以做出关键的 我可以用脑袂园 的问题 你时将人到带上这个 皮打开 好 刚才我们看到了 我们身边的这个食物当中 有这么多的糖 也就说明我们不知不觉地 在被它诱惑 在被它捕获 就有同学或者朋友会问了 那我就吃糖就好了 我充分享受这种幸福感 怎样呢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每天的标准收入量 是25克以下 那么你糖吃多了 至少会得蛆齿 就是牙齿会坏掉 其次呢 你的血糖可能会升高 你的糖代谢会紊乱 你很有可能得上糖尿病 如果你血液中的糖多了会怎样 就相当于你身体 整个器官都泡在糖水里面 你想长此以往 你的身体好还是好的 还是好不良 那好 既然说到这里 有人就非常担心了 我们这个糖 这么容易诱惑我们 我们这么容易被它捕获 而它对我们的伤害又这么大 我们戒掉它会非常的难吗 容不然觉得呢 这倒没有那么困难 我们之所以原来觉得 糖不是一个问题 是没有意识到它的危害 现在你知道糖的害处了 我想戒糖总比戒烟戒酒 要来的容易得多吧 江西省科学帮你画正点 糖让我们上瘾的 是多巴胺带来的幸福感 真是想不到 我们每天不吃任何零食 糖的摄取量也已经足够了 真是想不到 人们对糖的上瘾 往往是因为它随处可见 不经意间就会知道很多 哦